美國民主峰會 美國民主峰會12月9號登場 全球100多個民主國家的領袖 以及代表都會參加 而這次台灣也在名單之內 我們指派了唐鳳正偉 和我們的駐美代表蕭美琴來參加 這個對我們台灣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這個民主成就 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 受到美國政府的這個肯定 現在是可以跟其他的國家 平起平坐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民主峰會這個平台 把我們台灣民主的這個故事 讓全世界都聽到 台灣民主備受國際肯定 而代表台灣出席的 有助美國代表蕭美琴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將會用預錄影片的方式 發表國家聲明 而唐鳳也將在12月10號 擔任羽潭人 參與科技與民主場次的 對抗數位威權主義 肯定民主價值的分組討論 而他也是少數受邀在民主峰會 擔任羽潭人的政府代表 唐鳳政委他會跟美國的國際開發總署 USA的署長鮑爾等相關領袖同臺 來討論如何透過科技 以及數位民主來強化政府的治理 並且會分享台灣運用科技 對抗疫情 建任信任跟透明 以及對抗國家策動假訊息攻擊 在台灣的成功經驗 那如果說是蔡英文的話 那整個美中之間的關係啊 那可能就會受到更大的衝擊啊 美方還有些部分啊 有求於中方 所以說他在這裡呢 還是顯得稍微的保守了一點 說唐鳳蕭美琴 台灣還有代表團同時線上參與 其中包括了行政院政委 羅秉承辦公室 國家安全會議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外交部 經濟部 法務部 國家人權委員會 台灣民主基金會等 也都會派代表來旁聽 台灣積極參與 提升國際能見度 加強台灣和國際社會的連結 歡迎新聞 科冠城楊紫玉 台北報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周三 周六 晚間九點 我在晚宇 全世界 2.0 全新出發 帶給大家崭新的 國際觀點 請鎖定 環宇新聞台